我们来看无年接运用力施工 首先什么是无年接运用力 其实说白了就这个原因 它这个钢脚线外面有个外包层 其实就是个塑料管 外包层和钢脚线之间填充的是油 这样的话呢 这个钢脚线可以沿着塑料管滑动 那么在施工的时候怎么办呢 先是绑钢筋 包括咱们无年接运用力斤的安装 然后呢 浇混凝土 然后呢 当然了还有织模板对吧 我就简化一下 织模板浇混凝土 然后养护 那么在安装运用力斤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呢 叫个毛固柱啊 咱们书上也可以把它叫毛固类啊 咱们这个运用力斤呢 露出来一部分 等到混凝土养护完 对吧 模板拆了 混凝土养护完 强度上来之后呢 我把露出来的这部分运用力斤呢 把它的外包层给切了 割掉 那我们想想 里面的外包层 是不是还在持臂里面 对吧 如果我一张拉的话呢 这个钢脚线 是不是还可以滑动啊 对吧 然后呢 张拉 毛固啊 然后呢 这张拉完的样子 随后呢 还要在这儿啊 把这多余的钢脚线切断之后 在这儿再绑点钢筋啊 补上一块混凝土 其实就是蜂毛 其实就是蜂毛 我们想想 它的一个工艺啊 钢筋啊 运用力斤 模板 混凝土 养护 对吧 然后呢 张拉 然后呢 蜂毛 因为它的钢脚线 可以沿着外包层滑动 所以它叫个 无年接运用力斤 并且我们知道 它是在 混凝土强度上来之后才张拉的 所以呢 它也属于后张法 对吧 我们前面在桥梁里面给大家讲的 先张法的话 这个混凝土是不是把这个运用力斤给握裹住了 那么 后张法的话 它是预留孔道 对吧 预留孔道 那么孔道随后还要压浆啊 你这个水泥浆强度上来之后 是不是也把钢脚线握裹住了 啊 所以前面在桥梁里面呢 就不说什么有年接运用力 就是省略了 对不对 只有在后面这个地方啊 由于它采用了外包层 填油脂的方案 所以呢 我们把它叫做无年接运用力斤 它也是这个后张法的一种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这种干法跟咱们前面说的流涉孔道 那个干法从工艺上有哪些差别 第一个 它不用流涉孔道 对吧 这个无年接运用力斤呢 它是和普通钢筋一块绑扎的 也没有穿树的工艺 还有 它是不是不用压浆啊 对吧 它不用压浆啊 它多用在哪呢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就这玩意儿 消化池 消化池呢 由于是这种异形结构 并且呢 池壁也不厚啊 宝壳结构 对吧 如果我们采用流涉孔道的方案的话呢 你一张拉这个池壁就很容易裂啊 所以我们可以采用这种什么 无年接运用力斤的方案 其中它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啊 隐隐约约的 流到毛骨类 无年接运用力呢 它要比咱们传统的啊 传统的 不管是先张法还是后张法 它造价要高一些啊 要高一些 好了 我们来看书上的施工的要求 第一个 无年接运用力斤技术的要求 第一条 运用力斤 外包层材料啊 其实就是个塑料管啊 那咱们书上叫外包层啊 如果人家给您画个图 您要能够写出来啊 这叫外包层 应采用 应采用锯以锡或锯饼锡 这啥玩意儿不就塑料吗 对吧 外包层其实就是塑料管 但是塑料呢 又有很多种 对吧 可以是锯以锡或锯饼锡 不得使用锯绿以锡 其实也是防袖的意思 也是防袖的意思 还有后面啊 运用力斤啊 又起了一个名字 叫涂料层 采用专用的防腐油脂 这个名字要知道 后面 必须采用一类锚具啊 一类锚具呢 比较硬啊 相当于一类锚具 比二类锚具要好 用好的 锚具规格 根据无年接运用力斤的品种 张拉敦为及工程使用情况选用 而后面 后面写了一个施工工艺流程 这个流程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写的太琐碎了 我把它主要的一个流程 把它标成了绿色字体啊 要求大家能够知道 并且开始的时候写的不是太对啊 在2012年考过一次案例 是按照我写的这个流程来考试的啊 出了几个编号让您排序啊 第一步钢筋施工 我觉得这应该是钢筋加工啊 钢筋加工我觉得才对啊 我觉得才对啊 然后之内膜 其实这个模板钢筋 运用力钢筋 它的施工是有穿插的啊 是有穿插的 它并不是说所有钢筋全绑完了啊 再去装预应力针啊 也不是说所有 钢筋和预应力针全弄完了 再去织模板啊 它是有穿插的啊 咱们说上这个地方写 先装内膜 怎么说呢 我建议您按什么 就这个 先铺设非预应力针 然后呢 再做无年接预应力针 安装无年接预应力针 然后是模板 因为一二年按这个考试的啊 一二年按这个考试的 当然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您说前面这个其实也说到过去啊 你说按这个掌握也行啊 考试的时候要灵活一些啊 灵活一些 一二年就是按照这个绿色来考试的 当然他不会考一样的题目 对吧 所以大体上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啊 先是非预应力针啊 后面这个 什么安装托架针啊 什么承压板 什么螺旋针啊 这个螺旋针见过吧 我给大家讲桥梁的时候 那个锚电板后面是不是有螺旋针啊 其实这就是什么 无年接预应力针端部啊 跟那个后张法那个 其实非常类似啊 它也有螺旋针啊 也有所谓的长压板 跟这个锚电板类似啊 先是普通钢筋 然后是预应力针 然后是磨板 然后混凝土胶筑 混凝土养护 后面啊 张拉之前要干什么 要拆磨 对吧 你持臂的话肯定都是侧磨 以及 毛固类混凝土凿毛 先凿毛是对的 因为你张拉毛固完 你再凿的时候 有可能会影响到某句啊 拆磨 毛固类混凝土凿毛 因为什么 随后还要封毛啊 对不对 一个先坐的 一个后坐的都要封毛 都要凿毛啊 后面就写的太详细了 割断外露塑料管啊 塑料套管 他就不写外包层了 并清理油脂 安装毛具啊 其实也是夹片式的 只不过他这个张拉的时候 他是一根一根 他不是钢筋线树啊 他是一根一根张拉 安装毛具 安装千斤顶 同步加压 其实就是张拉 我实在是受不了 我把它写上吧 其实就是张拉 然后量测 量测什么呢 还记得咱们运营里部分 说了一个什么 双控 对吧 那个6%还记得吗 其实就是量测这玩意儿 一样的 一样一样的 然后回撤油泵锁定 天哪 还有切断 因为外面漏的工作长度比较多 对吧 所以还有封毛 切断多余的无年接金 十分我觉得写太大了 十分是太大了 一般有个三五公分就差不多 然后毛具 钢脚线防腐 还有最后一步 封毛 我觉得您知道绿色的字就行了 我是这么看的 那么后面 无年接运力金的布置安装 第一条 毛固类 也可以叫毛固柱 也可以叫毛固 其实这个 我个人理解 这个毛固类呢 它有的时候是凹进去的 它是凹进去的 咱们这个图上画的应该叫毛固柱 当然把它理解为毛固类也可以 毛固类数量和布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那当然了 图纸上画的清清楚楚的 对吧 设计无要求 一般都是有要求的 保证张拉段无年接运力金长度不超过五十米 毛固类数量为双数 它具体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个五十米 大家要知道 五十米 后面其实第二条就 做了一个解释 那么第二条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运力金的布置 还有毛固类的这个一些情况 先说一个 就是说咱们这个池子 圆的池子 这五年级运力金只用在圆池子上 包括消化池 圆的池子 它这个钢脚线呢 它不是说一圈啊 整个一根 然后张拉的 它是分段 分段 一般情况下分为四段的比较多 大一点的也有分为六段的 再多的就很少了 我们来看第二条 安装时上下相邻两无年级运力金 毛固类应错开一个毛固类 以毛固类数量一半为无年级运力金分段或张拉段的数量 这啥意思啊 其实就是街头错开的意思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它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毛固类 对吧 实际上每一圈的运力金呢 它是分为了四段 比如说红色的醒目一些啊 假如说红色这一圈是在上面的 那么红色的这个呢 分别毛固在这儿 然后穿过一个毛固类和这儿 对吧 然后呢 其他段也是类似的毛固 那么绿色的下面一圈 下面一圈呢 分别毛固在这儿 这样的话呢 从外观上来看啊 毛固部分是不是错开的 是不是错开的 对吧 其实就是毛固错开的意思啊 上下圈毛固错开 受力呢更为的均匀 如果画一个图 因为有同学这个 不太明白 如果画一个图啊 我就简单的画一个侧面图啊 比如说从这边看过来啊 一个侧面图 中间有一个毛固类啊 然后两边还有一个 然后端头处是一个毛固类啊 这个池子从上面侧面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吧 相当于外面凸出来一个一个的柱子 那么好 上一圈 在这儿 在这儿毛固啊 是不是这样毛固的 对吧 下面一圈呢 然后这边呢 它还没看不见了 转过去 对吧 下面这一圈是不是在这儿 它在这儿毛固啊 这样的话呢 从平面上来看 它毛固类呢 毛固的地方是错开的 上下两圈是错开的 啊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他说啊 上下相邻 相邻的两无年接运用力金 毛固位置 错开一个毛固类 你要错开的话呢 这个毛固类的数量 肯定要是我们分段数量的两倍 你才能够实现这种错开 否则或者不够 对吧 错开一个毛固类 毛固类数量一半 为无年接运用力金 分段数量 还有后面 每段无年接运用力金的计算长度 考虑一个毛固类的宽度 即两端张拉工作长度和毛巨长度 三部分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这个图啊 我们来看这个红色的这四分之一 它首先是一个四分之一圆 对不对 但是它毛固的话是毛固在毛固 类的这一侧 相当下面这一侧 上面是毛固在右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们计算它的长度的话 四分之一圆 再加上什么 加入什么 一个毛固类 那么这边是不是一半 上面是不是一半 所以它是一个毛固类的宽度 还有 两端张拉工作的长度 对吧 也有前进顶 也有窝窝窝窝窝住 还有毛具的长度 这个也要知道 这个也要知道 再往后面 第三条 应在胶着混凝土前 安装放置 那必须的 对吧 你这个无年级运力金 混凝土焦了 还没放里面 那就永远放不进去了 除非你把它砸了 重新做 焦混凝土时严禁踩踏 碰撞无年级运力金 支撑架 端步雨满 就看看就行了 还有第四条 无年级运力金不能有死弯 就是说不能打极 不能打极 不然的话呢 你打极 那边一张拉 打极的左边能 钢脚线能伸长 右边是不是就不能伸长了 对吧 有死弯要切断 还有后面 无年级运力金中 严禁有接头 不能够有接头 就是说不能够用连接器 不能连接器 万一你拉吧 不能传利 对吧 因为混凝土已经把这个什么 你要用连接器的话 已经把连接器握住了 不能传利 不能够有死弯 不能够有接头 后面 张拉的要求 第一条 张拉段无年级运力金长度 小于25米时 亦采用一端张拉 注意一点 这个是水池子的要求 这个和咱们桥梁里面 那个后章法的要求 就不太一样 对吧 大家要注意区别 张拉段无年级运力金的长度 小于25米时 采用一端张拉 后面 张拉段无年级运力金长度 大于25 而小于50米时 采用两端张拉 那有个人问我 他说那个 一个是小于 一个是大于 那要是等于怎么办呢 刚好25米怎么办呢 一般是执行比较严格的标准 也就是两端张拉 大于25 小于50时 采用两端张拉 还有 张拉段无年级运力金长度 大于50米时 分段张拉和毛 就是说要增设毛骨类 要增设毛骨类 这三种情况 还是要求大家知道 至于说第二条 就次要一些 安装张拉设备时 对直线的无年级运力金 这个 大部分都是曲线的 在哪呢 个别情况下 有一些这个池子 它的底板也做了一部分少量的运力 对直线的无年级运力金 应使用张拉的作用线 与运力金中心重合 曲线的无年级运力金 作用线与运力金中心末端重合 看看就完了 这个考的可能性微乎其味 后面第三条 无年级运力金张拉时 混凝土 注意啊 同条件立方体式块 抗压强度 满足设计要求 同条件式块 什么意思呢 养护条件和我们混凝土 构建养护条件一样 对吧 那么随后我们还会说啊 就是说这个拆摩的时候 有强度的要求 对吧 你这个构建强度怎么评判呢 用同等养护条件的式块 然后我们去压一下 对吧 以它的强度来评判 我们构建混凝土的强度 还有一个标养式块 标养式块呢 它是反映我们混凝土的财性的 设计无具体要求时 不低于设计混凝土强度等级的75% 最后第五部分 风暴的要求啊 那我只建议您知道什么 不管是什么突出是 某固端某剧 对吧 还是外露鱼英利金 就是保护层厚度不小于五分啊 知道这个 还后面强度 风暴混凝土强度 风暴混凝土强度 等级不低于相应结构的强度等级 并且不低于C40 水池呢 我感觉C30C40的挺多的 这个强度也要知道 那么第六部分 混凝土施工 第一条 这个混凝土施工呢 就不是说是无年级运用力了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大写的括号6 是整个水池混凝土的要求 整个水池混凝土的要求 设计上有抗动抗肾抗裂的要求 前面说过对吧 对此混凝土施工必须从 这个写的比较多 写的比较多 我建议还是把它背一下 把它背一下 小心一下 就是水池混凝土施工 质量控制的环节 原材料 原材料 外加剂 配比 搅拌运输 分仓的布置 预留施工缝 后胶带 胶筑顺序 胶筑速度 及振导方法 防裂措施 季节性施工措施 及养护 其中 原材 外加剂 配比 搅拌胶筑运输 防裂措施 养护 这个我觉得是最基本的 其他的 你要是实在背不下来 我觉得也要熟悉熟悉 熟悉熟悉 从来没考过试 有考的可能性 小心一些 而这个第二条 写的是规范的名字 怎么看 第三条 混凝土浇筑后的 12小时内 对混凝土加以覆盖 保湿养护 也就是说 最低 晚上干完活 第二天早上起来 要养护 采用什么 塑料薄膜 塑料膜 加土工之物 塑料膜 加草帘子 覆盖养护 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瓷壁呢 浇水 水分蒸发比较快 可以把它什么 贴上塑料布 可以这么搞 也可以 就是草帘子 把它挂上 也行 塑料膜 应紧贴混凝土 螺露表面 塑料膜内 保持有凝结水 不然它就干了 它会裂 后面 撒水养护 意在混凝土 螺露表面 覆盖麻袋 或草帘后进行 好吗 又不盖塑料布了 也可以 不管是底板 还是持臂 底板就是直接放上去 持臂是挂上去 对吧 主要起到一个 保湿的作用 也可以采用直接洒水 前面又催翻了 你不挂也行 还要蓄水养护 蓄水养护就是 水池子里面放点水 尤其是底板 洒水养护 应保证混凝土表面 处于湿润状态 养护时间不小于14天 养护时间要知道 那么水池肯定是有 抗生的要求 对吧 所以这个14天 还是就在知道 养护制达到规范 规定的强度 当日最低气温低于5度 不应采用杀石养护 这个都是常规的做法 而后面 后胶带混凝土 养护时间不小于14天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对吧 至于说 后面写的地下室 还地下室呢 就是池子 底层强柱 上部结构 首层的强柱 哇天啊 不见了 实在不见一看 也不知道在写啥 再后面一条 说的是水池大体积混凝土 一般情况下 我感觉现在大体积混凝土 还不采用那个什么 粉煤灰火山灰 就是常规的 是14天 当然您说 按照这个桥梁部分 那个掌握 其实也行 大体积混凝土保湿养护不小于14天 还有后面的 养护内外温差不大于25度 看看就行了 看一下最后一句 混凝土养护达到1.2兆帕之前 1.2兆帕是一个很小的强度 不高 尤其是咱们这个底板 就是说你底板 跟这个持臂一部分不是交了吗 对吧 底板上肯定是没有模板 对吧 它只有侧膜 你不能说是马上就上人上去干活 把这个底板踩的都是脚印子 其实这个 有的时候房间专业也这么干 交楼板的时候 底板强度到达1.2兆帕之前 不得在车上踩踏 堆放物料 就是准备下一步的干活 或安装模板支架 这都不对 后面第七部分 模板支架的拆除 这个 去年刚刚考过试 所以我觉得今年再考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你觉得先带着大家看看就行了 第二条 采用整体模板时侧膜在混凝土强度保证表面及棱角不因拆除而受损坏时放个拆除 是不是跟前面 桥梁部分说的一样啊 都是混凝土的构建吗 第二条 同条件掩护事块的掩护条件应用实体部位掩护条件相同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后面会说啊 你这个拆模的时候 一方面呢 要看混凝土的强度 另外一方面呢 还要看它的跨度 对吧 那么怎么来判断我们混凝土构建的强度呢 是用同条件养护的事块 评判混凝土的质量呢 是用标养的 我记得前面说过是吧 我老了 以前讲的记不太住了 同条件事块与实体结构部位掩护相同 然后我们把同条件事块压一下 以此来判断我们实体结构部位的强度 还后面 施工现场应具备混凝土标准事件制作条件 就是说 那意思说得有养护石 写了 并设置标准事件养护石或养护箱 这个 他感觉完了 我觉得不会考试 后面给了一个强度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去年考案例了 既然是去年刚刚考过案例 今年咱们21年再考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以前每一次 在辅导的时候 我都把这个表格的字标成了红色 我都要求大家背一背 我等了很多年了 去年终于考试了 他既然考试了 今年考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他说我们来看 梁板 对吧 悬臂构建 这个他其实说的是 没有运用力的混凝土构建 所以我没有把这个放在桥梁里面 咱们桥上绝大部分采用的都是运用力后章法 那你这个底膜什么时候拆啊 这就不是侧膜对吧 底膜嘛 那你这底膜什么时候拆 就是运用力建立之后 压将强度上来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拆了 对不对 而这个表格呢 他说的是无运用力的情况 没有运用力的情况 那么我们底膜的拆除呢 一方面要看强度 还有它和跨度是有关的 板类构建呢 是以2米和8米为界啊 它的底膜 分别是小于等于2米的话是50 2到8米的话75 大于8米的话是100% 凉 拱就算啊 凉类呢 是以8米为界啊 小于等于8米的话75% 大于8米 跨度越大 是不是要求拆的要越晚啊 对不对 要100% 悬臂构建100% 这个 时间比较紧的同学啊 我觉得可以不看 你要是让我猜啊 我觉得今年21年 这个地方连选择题都不会考 因为去年刚考过 所以时间紧的同学都不看 当然了 有时间的同学 第一次复习的时候 把它简单的背一下 把它简单的背一下 冲刺阶段 我不太推荐看 因为刚刚考过试啊 后面第五条啊 毛板机支架拆除时 应划定安全范围 设专人指挥和指手 看看就行了啊 这节呢 我们讲的比较长啊 这节后面当然配的有习题啊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一块练一练啊 真正的友谊来自于不停的自我介绍啊 欢迎添加微信185291167啊 或者扫描地盖 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还会继续更新 每日一练 还有施工的视频啊 有的时候要点一下那个下拉菜单才能够看到 谁为何广 一为可汉 一起加油